我最大的爱好是摄影爬山 年轻的时候爱山 长途的徒步旅行 背了背包拿了相机就往外跑 一路走过来面对无数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将会是这次的大选 大家好 我叫陈明华 今年56岁 南京大学毕业后 我受邀加入国立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院 十年的研究成果让我发现 虽然新加坡的政府还是同一个政党 第一代领袖无私奉献的精神已经不存在 今天的新加坡表面风光 七八十岁的老人家还要在这边收网筷 剪纸皮 买房子对年轻人是越来越重的负担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新加坡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人民诉求 制衡政府的声音 请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利用我十年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成果 帮助新加坡走回以人民为本的发展轨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